计划交易,知行合一,买卖规则,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巨额平台Coinnight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群里群友的赛单 群里的Fameron BTC做空赚了583% 然后他说SFPYYDS 新说POC无敌 然后赛了一下他比特币的空单赚了82% RNDR的空单赚了27% 然后50U战神赛了一下他比特币的多单赚了50刀 他就走了 不愧为50U战神啊 我爱作业AR比开多赚了726% MISS BBB比特币做空赚了17% 然后DZ通过指标SOL做多赚了194% 昨天的行情没什么波动啊 昨天确实SOL这个币有很多KOL推荐啊 然后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跟上了这一单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比特币就一直在30100到30400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啊 估计美国放完价之后就会有行情啊 大家可以继续等待一下 接下来的行情对于比特币未来是牛是熊的走势非常的关键啊 应该会在美国国庆节之后就会出现走势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各个博主的观点与分析哦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非罗 提大在昨晚11点半的时候说 一小时级别抵贝离出现小反弹 好,然后他发了一个比特币bybit一小时的盘口图出现了贝离信号 然后比特币就反弹到30400那个地方去了 然后现在又回调到了30300左右附近震荡是吧 然后他接着说值得留意的级别 然后提大画了一根前高的线差不多就对应在30500左右 昨天晚上比特币最高的时候只反弹到了30458 提大看的很准啊 提大画的这个线根本就没有上去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综合提大视频的观点来看 比特币也许会反弹30500或者30700左右 然后再下跌 下跌多深的话提大没有说 但是他认为的话也许会反弹之后 然后再下跌 然后再来上涨 提大目前也是这个观点啊 那现在是直接下去还是涨了之后再下去呢 我觉得这个的话更多的要看市场的情绪和大家的表现啊 庄家肯定是根据实时的盘口来判断该怎么走的 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 好,这是提大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然后来看一下Jason Jason在昨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说 嘿,你们好 这是我今天的视频更新 然后接着发了一个 TA值从视频更新中总结一下 这是我个人有兴趣采取的两个长线交易 好,看这个图的话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Jason长线来看的话 他更愿意去做多 差不多就是在29400那个地方去接多 然后TP1的话是30829 然后TP2的话是31394 DP3的话31756 然后第二个接多的地方 他放在了29141那个地方也是接多 小伙伴们要记住一点 Jason的这个图表的意思可不是让你现在去做空做到那个位置 它是让你如果走到那个位置 你接多 一定要分清楚这一点 然后他给了一下目前的支撑范围 好,然后Jason也给了两个短线的单 差不多就是比特币在30791的时候开空 看空到29500最底的话看到29179 然后第二个开单位是在哪里呢 是在31545那个地方去开空 然后看空到28638 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两个短线单 其实Jason的观点和提阿非罗提大是一样的 如果后面真的会上涨的话 他们都认为会下跌一波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吗 好,这是Jason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然后来看一下舒秦 舒秦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说 乌漏偏逢连夜雨 MultiKai才被上海警方释放 现在又1.27亿美元资产被盗 直接转出去了 这是牵手之道还是怎么回事 跨链千万别有Multi 你的币在自己的原生链是最安全的 出事全都是跨链桥 其实肯定是牵手之道是吧 没有什么多说的 所以我们社区推的都是大的交易所 小的交易所我们不敢推 然后他说今天的操作思路和K线可以看一下 然后舒秦说 宝门我来了 大趋势的话我会在29000附近低倍开多 以及进行一定现货补仓 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0.618回踩蓄力 往上突破继续走五浪 如果失手 下一个的27400附近 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位 可以全力入场 目前还不到这个迹象 超短线 咱们可以做下交易所的清算图 目前右边空单非常多 可以被清算的头寸 29800附近入场 30900附近只赢 跌破前低29500一点止损 比如可以放在29300这样的地方 另外挂单不要挂整数 给自己留点余地 大家都挂一起不好成交 这些数据是一直变化的 所以咱们的点位也会不断的调整 我会一直给大家在作业板里更新 然后今晚8点失业率 以及大飞龙就业数据 这个会在聊天群里跟大家讲下想法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舒秦的观点是29000附近开多 这个没问题 目前长线来看 大部分KOL都是持有这个观点 是吧 29400附近 但是下一个防守位的话 我认为会像杰森说的 28500左右 27400太远了 好 这是舒秦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拘手VV 她在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说 早晨好 请继续保持空格头寸 今天我们可能会进入RVN 她将失去一个局部的支持 并在当前水平和4小时支持之间 有足够的距离 因此希望这一次 然而在比特币上 有一个29300的支撑 所以根据29300反弹水平 我们需要决定是否进入RVN 我不希望在周末的时候 被卡在一个糟糕的入口 抛售是会发生的 无论如何 这是关于RVN上 找到一个压力较小的入口 我将尽力找到一个好的入场点 如果你错过了整个行动 不要担心 从底部开始抓紧时间 不要现在就去做短线 只是做头皮交易 好 然后VVN接着发了一下 她对比特币走势的看法 她认为差不多会这样 跌到28438这个地方 然后再去反弹到32000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根紫色线预估的走势 差不多是认为 会反弹到30850那个地方去 然后再去下跌 好 我们目前刚刚说的 那几个KOL 包括提大 接近都认为 在30850左右那个地方的话 可以去开个空单 是吧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然后她说 紫色是今天的计划 我们必须等待下一组空头出现 波头皮者可能在上半年做多 周末将再次切换到新的波动短线 那些穿着波段短裤的人 从现在起将继续穿短裤 对于多头 我的首选是SOL和FXS 对于短线 后来RVN 好 昨天SOL这个币确实是涨了 VV也推了 Rose也推了 老王也推了 然后她接着说 我不喜欢这里做多 我宁愿等待一下 然后发布你的空头逃顺 我仍然预计比特币将达到30800到31200 还不会开新的短线 相当于VVN认为比特币会反到30800到31200去 然后再去下跌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观点 她说 我发现在这里做空非常不安全 因为在30100有一个支撑 我找不到任何安全的头皮在上午 目前来说确实是不太好开单 30100 200那个地方开单的话 确实不太好开 风险很大 利润很小 好 这是VV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罗胜 罗胜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说 市占率到达52的阻力 上一次48阻力时 休整了三个月 这段时间估计会有一些好的山寨币行情 好 然后她发了一下比特币目前的市占率 我认为比特币在下轮完成上涨之后 会有一波山寨币的爆发 大家可以关注并且埋伏一些山寨币 虽然说风险很大 但是利润也很高 是吧 可以小仓位的来博一下 然后她今天早上11点钟 发了一个比特币的走势图 这个意思是直接上涨 我有点看不太懂 然后她说 前段时间这笔拉升 很可能是对顶部的激速回撤 这个概率很大的 反转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能是急速之后 接一段时间通道 我指的是短线的山寨行情 就是这个通道类的时间 后面估计还要跌的 看了这个字之后 前面那张图我也看懂了 罗胜的意思就是认为 目前来说 这波急涨之后 跟随了就山寨币上涨 然后还是会下跌下去 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吧 然后罗胜说 通道这个斜率不好预测 但是很可能是要接通道了 市占率并不会大跌 所以我估计也只有一部分好的山寨币 能起一下 不会扑涨的 不好把握的 好 这个观点非常赞同 昨天柳大也说过这个话 是吧 柳大说 POSE和TOKEN们 跑得比兔才快 只有POW小狗狗们 才跟着比特币勇猛的上涨 大家可以记住 随时来关注一下 这些POW小狗狗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人见人爱的Rose姐 Rose姐昨天带大家赚钱之后 她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 发了一个烹饪食物 发的都是中餐 小伙伴们都在群里面纷纷问 Rose姐是不是中国人 是吧 我可以告诉大家 Rose姐不是中国人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她来中国来了很多次 并且她也很喜欢吃 中国的这些食物 是吧 然后她接着给了大家一个 XVG的购买设置 然后大家纷纷点个 但这一单赚钱了 然后她接着说 如果你拿着XVG 7分钟前有人给你发了钱 检查你的账户 XVG这个币 Rose姐喊完之后 确实是涨了 然后她接着说 XVG将像几周前的LINA一样移动 预计我们必须多次更新设置 然后她接着给了一个 SOL的购买设置 买多 然后在20.76去买入 32.52去止盈 16.91去止损 好 这一单目前来看 也是盈利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Rose VV还有老王 都喊了SOL这个币 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上车了 然后她接着说 比特币3万看起来不错 最新的话是3万5 她认为有可能会涨3万5去 然后她在今天4点钟的时候 发了一个 如果你拿着XVG 三分钟前有人给你发了钱 再看看你的账户吧 好 这一单确实赚了 Rose姐很会开玩笑 说的话很搞笑 然后她在今天11点钟的时候说 SOL和XVG调整SL到盈利区 好 周末休息 Rose姐终于休息了 不容易 劳模 Rose姐 要给你发一个劳动奖章 好 这是Rose姐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然后来看一下 科比多之友金牌分析师 M M终于说话了 她休息好几天了 她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说 比特币目前小时框架有点丑 不出来多的可能 但是如果跌破29500收回 是一个做多的机会 目前观察做空机会 31000到31000三 第一区间 31000到32000第二区间 留意一下做空机会 做多暂时先不要 空单的话 还要继续拿着29500 28900 可以持续分批出场 不过如果跌不破30000 自己空单要稍微保护获利 以防止汇吐 好 这是M的观点 整体来看 我认为她点位上判断的很精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些点位 好 然后来看一下比特币 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我们可以看到 庄家如果上到到30800去 会把很多开空的人爆完 如果下降到29800去 就会把很多开多人爆完 经过一天的蓄力 开多的韭菜 他们又多了起来 是吧 跟我们昨天做视频的时候 是两码事 我们昨天做视频的时候 多头接近都死完了 是吧 好 也许庄家还会再蓄力一下 就有可能再回到29800 那个地方去了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 好 以太坊呢 以太坊同样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多头又长出来了 是吧 以太坊 庄家如果拉到1880去 会把开空的人爆完 如果下降到1840去 会把所有开多人爆完 这是以太坊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今天周末 周末愉快 还请大家认为